這條正正就是窩打老道 正正對面就是梅正中學 不過我當然不是去讀書 我當然是來吃東西 正正對面就有這間叫做加多里 是一個bacery 出麵包、蛋糕 這裡絕對有我的最愛 先看看門口 有蛋撻 有日本芝士撻 有酥皮蛋撻 我們以前在電台一定兩樣都要買 因為Tristan喜歡吃撻皮蛋撻 我喜歡吃酥皮蛋撻 但我都嫌到這裡的蛋撻不夠好吃 原因就是它不夠慷慨 那些蛋撻放久了會凹下去 不夠好 這麼勤奮幹什麼 大家在裝很勤奮嗎 不是裝很勤奮 好啊 很多東西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沒見 Hello Hello 等下又要我拍照 這些班廚師 我來這裡做什麼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小豆粒 由6元吃到6.5元 這裡真是拿來命 18元3個 18元3個一樣 但是越來越貴 這個豆粒非常之好 為什麼呢 它呢 它呢 好像手 你拿來一個獅子這麼小 那麼呢 有什麼好處呢 我等下回家吃給你們看 現在先買幾個 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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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包啊 我最喜歡 對的 我最喜歡吃這裡的芝麻包 這個 王喜呢 就是最喜歡吃這裡的 提子 大的提子包 隔離這個大的提子包 我嫌他們的提子包不夠好 就是不夠深色 是啊 和我夾三個帥仔 看看帥不帥仔 OK OK 喂 做一個這些 我最喜歡 這個 這個 這裡的排包也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它 有些 這些 Malbert Toast 我又非常之喜歡 現在這些 Malbert Toast 以前 所有在皇后餐廳 那些舊的Bakery 都有 現在也很少 地方有這些 多市買的 他們說 劉德華的老婆最喜歡吃 不過我最不喜歡 我第一 不用指望我吃 這個 她的女兒最喜歡 你看 劉德華的女兒 糟糕 你爆了它出來 你因此它不再來 這個就是我力讚的海鹽包 很好吃 不過肥脆脆的 我的Dieticist肯罵死我 這個就是我很欣賞的小豆腐 6.5個 買了3個 3個便宜一點 18元 我吃給大家看 小豆腐和大豆腐有什麼分別 吃豆腐呢 我們現在當 找手吃就好 找叉吃就好 那你當然是咬一口 咬一口之後 不麻煩的地方 就是 嘴鴉角 會做了些糖 這個是小的 你認識那些這麼大的 那個豆腐有這麼大 這麼厚 你一咬的時候 鼻尖 這裏 總之你整個口袋圍著 都貼滿糖的 還有我覺得 你又聽聽 好像博士解釋那個Ratio 麵積對容量比例 是嗎 麵積對容量比例 是很重要的 這個呢 我覺得小豆腐的比例 是比較適合的 糖和麵粉 是比較適合的 又不太甜 吃大豆腐我覺得不好吃的地方 就是 第一很難吃整個 很膩 第二就是糖太多 就是這樣 這個呢 perfect 還有呢 你咬了第一口之後 第二第三口的時候 其實你的嘴巴不太會再黏到糖 very good 別以為冬天才吃臘腸 潤腸 春天秋天夏天都可以吃 快點上去酥基士多蛋的百急磚 喝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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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吃飽了